而且他们的想法已经侵蚀了我们所有的社会架构 甚至到了美国海军 接下来这个影片是美国的海军用一个好像类似儿童节目的方式 在教导我们的军人要如何使用正确的性别代词 在看这个影片之前我们可以问问看自己 那个看起来会是一个打胜仗的军队吗 这是一个中国解放军害怕的屁滚尿流的海军吗 还有我们海军招人的标准跟目的到底是什么 说真的一直以来军队招募的对象就是年轻有活力的男人 目的就是要用他们天生俱来的搞同素 冲动还有爆发力来打死我们的敌人 不只是美国的军队全世界的军队都是这个样子 这就是为什么军队里面几乎全部都是男人 而且几乎都是年轻人 因为男人天生就比较冲动比较残暴 结果现在我们在传达性别不重要 不只不重要我们还要推翻性别的制度 来把美国的军队改成一个扭曲社会价值观的工具 这不但不会让美军变得更强 也不会招来更多想要当军人的人 设想看看今天你是一个爱国的热血的年轻男子 爱我们的国旗 想要为我们的国家战斗 你看到那样子的招募广告会想要参军吗 他们把代表性变态跟变性人的旗帜 放在代表自由的美国国旗之上 我们接下来这几年就可以看到 美国参军人数大量下滑 因为参加美军代表你是个性变态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目前全世界有史以来最强大的海军 是如何开始衰败的 我们在这样子的订阅当时 我们应该怎么能够有用论 要 JP 把扭言 我们的语言 是我们的语言 我们所コ是的 除非我们的姿名 还是我们的语言 所以我们会认译 我们也能够违准繪 用一些很简单的语言 是一个很简单的语言 可以相信一个人的pret公司 它是一种信息和感受 我们应该的信息和感受 我们就切我们自己的商量 that's a good question a really good way to do that is to use inclusive language instead of saying something like hey guys you can say hey everyone or hey team yeah and now that you say that another way that we could show that we're allies and that we accept everybody is to maybe include our pronouns in our emails or like we just did introduce ourselves using our pronouns but what would I do if I miss gender someone yeah 我們的軍隊目的是要創造一個包容所有人的空間嗎 我一直以為軍隊的目的是要創造一個不包容任何敵人的空間 but I guess I was wrong 這個是一群神經病 我不是在這裡說就是美軍裡面的人都是神經病 或是想參軍的人是神經病 我是在說如果你的軍隊方向是朝著左派的議程的話 目的是要扭曲所有社會價值觀跟基本常識的話 這就是在摧毀自己 這裡面有一對男女在跟美國的海軍軍人解釋 為什麼使用正確的性別代詞 創造一個眾人安全的空間很重要 軍隊目的就是要洗腦人 只是現在洗腦的方向完全不一樣 對政府跟政府的打手來說 所有的人都是智障 是需要被管理需要被洗腦的 夏天是不是太無聊了呢 是不是想要找一些合家歡樂又有意義的活動一起做呢 告訴你一個好消息 Impact Harvest Church 邀請你跟你的家人朋友一起參加聖夏園遊會 在7月10號上午11點到下午4點 今年的主題是種夏之夢 想要幫助更多的人可以找到他們的夢想 更重要的是他們造物組創造他們時候的方向 讓人活得可以更有意義 更有目標 更豐盛 Impact Harvest Church 歡迎所有 AI News 的觀眾 吸家帶卷來參加 有豐盛的食物 飲料 還有大人小孩都愛玩的各式各樣的活動 包括現場樂團演奏還有抽獎活動 我在這裡真的是說不完 因為我當天也會在 因為那就是我的教會 地址是140 West Lime Avenue Morobia California 91016 詳細情形歡迎到Impact的網站 www.loveimpact.net 來了解更多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